大家好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我們又要來做一次 Dad Jokes 我們上次做的是這一個家庭的第二集 所以我們來做一下他的 Part 1 那我前面也有把它跳掉 因為前面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沒有很好笑 所以我們來看他的 Part 2 的部分 當然能補充的就盡量補充 雖然說笑話講開了講明了多半就不好笑了 可是不解釋你如果不懂 那我們要幹嘛呢 我是教英文的 我當然還是要解釋給你聽啦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這第一個 Dad Jokes 是什麼 我個人覺得第一個相當好笑 See 你有聽懂嗎 他們也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都 腦袋中處理了一下這個笑話 然後才笑 好 所以 Did you hear about 你有沒有聽到 The kidnapping at school 所以先講一個字叫 Kidnap 這個字叫綁架 兩個字走在一起 Kid跟 Nap 所以那名詞就加ing 就重複P加ing Kidnapping 你有沒有聽聞學校綁架這件事啊 Did you hear about The kidnapping at school 然後他後來下一個講的是 是 It's fine He woke up It's fine He woke up It's fine 然後 He woke up 為什麼好笑 Why 因為 我不知道你剛剛有沒有看到裡面的端倪 我說綁架叫做 Kidnap 你把它拆開 就變成小朋友睡午覺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句子寫成 Did you hear about The kid 你有沒有聽聞那個小孩 然後 Who was napping at school 你有沒有聽到那個 在學校睡午覺的小孩的事情 所以他後面的梗就是 喔沒事啦他閒了 OK 所以 所以 所以他們後來都想懂了 所以 因為他 真的要花一點時間去process他 因為 你只會想到Kidnapping是綁架 好 所以我很想來 讓你看一次他們整個的這個過程 好再一次 Kidnapping at school It's fine He woke up Alright That's good I just got that 所以爸爸也是 欸 才想懂了 OK That's pretty good The kid napping at school It took me a second 所以他花了我一秒才想懂 It took me a second 這個馬上就懂了 所以如果有一個小朋友拒絕 在nap time的時候睡午覺 If a child refuses to take a nap during nap time 那 Are they guilty of Are they guilty of resisting arrest? So guilty of something就是 什麼事情是有罪的 Guilty of加個名詞 OK 我因為愛你而有罪 I'm guilty of loving you Sure OK 所以guilty of something 什麼是有罪的 Are they guilty of 他們是不是後面這件事有罪呢 後面這個字其實要 他的玩笑點在於 resisting arrest 這個發音成中文叫 拒捕 arrest 是逮捕 那 他發音上 事實上就跟 resisting 一個rest 就叫做 抗拒休息 一個小孩中午不睡午覺 是不是就叫 抗拒休息 然後是有罪的呢 你大概懂了 我大概又不小心 over explain這件事 來 他們大概馬上就聽懂 好這笑話已經結束了 我個人覺得這很棒 他們也覺得這是 今天這裡面全部最好笑的笑話 如果你笑不出來 I'm gonna try two cannibals are eating a clown two cannibals cannibal我們在上一集的笑話 其實也有講到過 食人族 clowns 是小丑 兩個食人族 在吃一個小丑 兒子以為這就是笑話 他就開始笑 因為這畫面蠻有趣的 兩個食人族 你知道原始部落 吃著 分食一個小丑 所以 一個就說 另外一個說 所以你看這裡有英文法在裡面 one says to the other 因為就只有兩人 一跟二說這樣子 所以one跟the other 一定要加the 所以 然後 他說 他問了他一個問題 Does this taste funny to you? Does this taste funny to you? 為什麼有這好笑 好 有時候我們在講說 一個東西吃起來怪怪的 我們不見得會說 哼 哼 This tastes weird OK 我們不一定會說 哇 this tastes weird 他們不見得用weird 這個字 因為說不定這個東西是 假設你煮的 我不好意思當面冒犯你 我就不會說 哼 tastes weird 我可能就會 換個方式講 蛤 this tastes funny 吃起來 滿有趣的喔 吃起來滿有趣的喔 所以這個 if something tastes funny its usually not a compliment 如果一個東西吃起來好笑有趣 通常不是在稱讚 是怪怪的 OK 所以這兩個人吃著一個小丑 然後就問他說 這個有沒有吃起來怪怪的 可是你知道小丑的工作是搞笑嘛 所以這裡就雙關語 這吃起來有沒有好笑 那所以對他們來說這個笑話很好笑 我覺得事實上真的也不錯 可是我現在解釋完 我就覺得一點都不好笑了 好 再讓你看一次好不好 ok wait that's not the joke but why is it stop the two cannibals are eating a clown one says to the other does this taste funny to you pretty good 所以他認為這是最好笑的耶 does this taste funny to you yeah we heard you the first time yeah we heard you the first time that's the best joke you guys ever told because they're eating these people because they're eating the clowns I love you I'm laughing because you're laughing so hard 笑得很用力 laughing hard ok 所以 laugh可以用 hard來修飾他 Alright laughing hard 好 他覺得這超好笑的 想像一下兩個人吃著一個人 taste funny 這樣子 anyway why was the belt why was the belt sent to jail why for holding up a bear of pants ok 為什麼belt belt是什麼 中國的一帶一路 也是用這個字沒錯 ok the belt 皮帶 為什麼belt被帶去看守所被關起來了呢 因為 for holding up a pair of pants 這個是笑話的點在於 hold up something 所以如果說今天你 hold up了一個什麼事情 可能是違法的 例如說 我覺得這裡唯一呢 我能想到的是traffic 所以如果說你 開車開到一般開到路上 突然停下來拒絕走 然後後面能combine你 你就是不走 然後你也沒有好理由 你沒有發生車禍 you're holding up the traffic 警察是可以逮捕你的 沒錯吧 right 所以你的褲子啊 holding up hold up的什麼東西呢 褲子 那 belt hold up褲子不是也很ok嗎 但總之他就覺得 就開這個hold up的玩笑就是 就這樣 這還好 他覺得 你會覺得其實沒那麼好笑 哇 但爸爸笑得太誇張了 他還在回想剛剛死人竹跟小兆 結果他一直跟 重複一點就是 你現在跟小朋友講這個笑話 他們在吃的是人耶 吃的是人 然後還說 taste funny 好你有沒有聽懂 來 你有沒有聽懂 所以老婆對我生氣 所以老婆對我生氣 at the fact 就因為什麼 那fact就是事實 一個原因 我們常用這種方式來接名字字句 所以我老婆因為這一件事實 對我感到生氣 什麼事實呢 就是 i have no sense of direction 所以 sense of什麼的這個結構 就是什麼感 成就感叫做sense of achievement 我把這些打一下好了 成就感 sense of direction 方向感 sense of goal 目標感 sense of I don't know 其實很多 sense of smell 嗅覺 ok sense of taste 味覺 sense of loss 失落感 所以你可以把什麼感 什麼覺之類的 所以這些都可以 所以老婆笑他 啊對不起 對他生氣 因為他沒有方向感 所以我就把我的東西打包了一下呢 我就走了 因為他對我生氣我也不開心嘛 所以他這一句應該是 so I packed up my stuff 然後我就走了 因為你知道這裡實態的關係 packed就是過去式 然後left也是過去式 就是leave的過去式 所以東西打包一下我就走了 應該是這樣 可是他把left改成了right 那你就要知道left是左邊 right是右邊 那因為沒有方向感 所以他把left講成right 那right根本不是動詞 所以女兒也卡了一下 為什麼啊 然後他就想到 喔原來他是開left跟right的玩笑 喔 我看他真的在left he wear he right What do you call a hen who counts her eggs What What do you call a hen who counts her eggs Hen是母雞 Rooster 或者叫cock 是公雞 當然cock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雞雞 那你會怎麼稱呼一個母雞 這個母雞會算他有生了幾顆蛋 who counts her eggs 算他的蛋 然後他就 喔什麼呢 Mathema chicken 好 有一個詞 叫做Mathematics 亂打字 OK 數學的意思 數學家 叫做Mathematician Mathematician 他把Mathema Mathema後面的tician 改成的chicken 所以就是開個機的玩笑 這反正就是 發音有點夠像啦 所以 Mathema chicken Mat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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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們來說是很好笑的 Mat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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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girlfriend gave me a list of things She'd like to do for her 32nd birthday And I told her There's no way we can do all of that in 30 seconds 最後這個我覺得還好,事實上 就是他給他一個list他想做的事情 32歲生日,或許這邊講一下32歲生日這件事情 she'd like to do for her 32nd birthday 好,我們常把生日講錯 誒,你今天過20歲生日 我會聽到同學說my 20 year old birthday 這是錯得很離譜的 20歲生日說真的就是你人生中的第20個生日 其實很好理解吧 所以你要說的是 today is my 20th birthday 第20個,20th,第20 就那個敘述有沒有 first,second,third,fourth,fifth 一路下去那個敘述,第20個生日 所以這邊的32歲生日的確就是這樣 32nd birthday the her,或者the,32nd birthday my girlfriend gave me a list of things she'd like to do for her 32nd birthday 聽到齁,for her 32nd birthday 然後他說我們不可能30秒內把它完成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可能就沒有那麼多時間替他慶祝生日這回事啊 這樣子 好 cannibals 後面就沒有了 那他們就開始問說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個 他們最喜歡cannibal的那一個 就是食人主吃小丑的那一個 好啦anyway,所以我們把這個dad joke 講完了 還有沒有別的dad jokes 我有看到 可是 說真的真的不是那麼好懂 我甚至還看到兩個黑人講dad jokes 那有很多黑人裡面的一些 一些reference是 對不起我也不是很熟的 所以如果真要做 我可能還得做很多功課呢 可是 again 如果說有興趣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做這些 笑話類的單元 是沒有問題的 我是Paul 好,明天見 好,明天見